也因为上海提示年的关系 让大陆旅游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 全大陆在2016年就有59个游乐园在建 总投资金额超过7616亿新台币 虽说时事造英雄 但也需要过去的经验累积 堪称游乐园之王的减停载 先有台湾的作品 那就是远雄海洋公园 之后也拿到第一笔的海外订单 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 成为进入全球接单的敲门砖 继续来看 它完全没有变质 也没有什么破坏 然后什么损坏 完全没有 那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上面一层的 很自然的音 那并没有 反而对 对 罗马柱融合巴洛克式的雕刻 华丽的澳门威尼斯人酒店 2007年开幕 历经十年 在减停载的眼里 历久弥坚 你灰尘下去 如果说不是很脏的话 正常合理都需要一南美 才会显出这种 有法的味道 建筑就像人一样 随着石巾眼镜 有不同的风貌 而关键就在一般人 容易忽略的细节里 那我们可以做到 外小内大 每一个洞都这么自然 外行拍华丽的雕梁画洞 而内行看门道 GRC强化水泥仿大理石 还要做出风化的质感 模拟威尼斯当地 狭带沙利的海风 罗马柱上逼真的洞食 我们就这样一整个例面 至少我们现在要半年的时间 这个最难其心的 是哪一个风景 应该是 还是一开始的一个分点 层层叠叠叠堆出雄伟建筑 2007年建筑在完成了澳门 威尼斯人的外观工程 这是当时全球营造规模最大的 欧式造景酒店 这也是日后得以接下 全球游乐园订单的敲门砖 气派雄伟的穹顶建筑 以前靠人工盖可能要花一年 不过现在用玻璃纤维材质 就像拼图一样 一片片在地板上 只要花一个月时间 就能够组装完成 就像是在拼拼图 现代工法通过改良 模具塑形 打盖一件件的构建 是主流的做法 但是正向技术 不是台商的专利 差别在于做工的细腻度 让产品差异化 我们1992年到深圳的时候 在这个业界 几乎没有同行同业的工厂 做了澳门威尼斯典 闪软的就把这个业界 就带动起来了 豪门的作品 遍布欧洲 美洲 亚洲 大洋洲等世界各地 五十多个国家 几乎参与了近十年来 所有大型国际主题公园的 包装设计和制作 1998年 简停载靠着在台湾 做Motel的经历 拿下花莉安海洋公园的订单 07年搭上了澳门博弈业起飞 当初海洋公园的 澳洲设计师牵线 第一次在台湾之外 参与国际级澳门威尼斯酒店的 外观工程 因此做出了口碑 而2008年 豪门参加设计了 香港迪士尼 香港海洋公园 2009年是新加坡环球影城 2013年 接下大陆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 长龙海洋王国 这些都是简停载团队 在接下上海迪士尼 梦幻城堡订单前 累积的重要资历 45米的一个宽度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一个 然后离地面的话 总的高度上去有 大概有18米的头 巨型的LED天幕 声光效果十足 走在走廊里 宛如置身海底世界 从外面看 东南亚最大的轰于屋顶 成为珠海长龙海洋世界 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高达20层楼的海象山 豪门替长龙 营造海洋世界的整体感 这不仅是豪门 在乐园的代表座之一 同时它也是全球最大的 海洋主题游乐园 活跃的中产阶级消费 带动当地的乐园经济 要大要心投资 规模的金额都创了新高 像旁边这个是世界金市 纪录保持的最大的水族馆 一次可以容纳8条金沙共游 金沙烘鱼在眼前悠游 宽39公尺 高达8米的水族箱 超过千条海洋鱼类 模拟出海洋生态 这是目前金市世界纪录 面积最大的水族馆 除了水下 有看头 到了南极区 一口气看到 380只国王企鹅 在眼前卖谋 目不暇己 长龙集团是大陆 本土游乐园的龙头 去年光门票收入 营收大约315亿台币 而面对上海迪士尼 抢食市场 他们认为大陆的休闲娱乐市场 从看山看水逛古机 进入下个阶段 大概5到10年前 这里大陆的市场 主要为女性社 这个企业包团 团客为主 现在慢慢 我们团客的比例 已经降到很低 可能也不占了 不到三千 不到三千的一个数目 大部分我们的客人 也是他们自己 自己买票 再往生订票 一个家庭为主 过去团客和散客比例 6比4 如今此销比涨 已经变成了2比8 当中绝大部分 都是家庭客 百块的一个高峰 因为从这个阶段开始 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 一些游乐园的公司 而且在国外的 很多国际级的 有些大型的 比较出美的品牌 也开始进来 慢慢进来 长三角地区 浙江安籍有日本 三丽欧Hello Kitty乐园 上海 浦东迪士尼 万达也要在武汉 投资主题的影视乐园 环球影城 预计落脚北京 而根据数据显示 全大陆有59个游乐园 正在兴建 到了2020年陆续完工 总投资金额 238亿美金 约合台币 7616亿 庞大的资本 前铺后继进大陆 带给类似豪门的供应商 发挥的空间 以长龙来说 他要预计再投入 2500亿台币 扩增四大园区 希望透过地理之变 吸收港珠澳的游客 他们的要求比以前大了很多 高了很多 景点的一个体验性 而且这个环境 这个舒适的地方 他们也要求比较多 大陆本土的游乐园 加码投资 对抗外资 但分析他们的营收结构 大部分靠门票 相较于迪士尼 或环球影城 本夜都是拍电影 再透过卖作片的角色 增设园区卖周边 形成循环的韬金链 外资游乐园来了 短期内带动旅游的热潮 但潮流退了 有多少乐园 履立不遥 值得观察 TVB新闻 附近全黄新化 澳门珠海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